专案小组将仪式开着 未造车牌的车主栏下 并当场将车牌卸下 由于假车牌案件持续增加 刑事局8月起在全国发动禁牌专案 短短10天就查获30件30人 并查扣60面假车牌 而全国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查获191件187人 新事局方面分析案例发现 主要有两种情况会悬挂假车牌 有一种是购买AD车 那使用者可能以低价购买 无车牌之车辆 或者是有债权之车辆 那因为没有办法用原来的车牌 在路上行驶 那于是在透过网路或其他管道 购买的造次车牌来行驶 第二种可能是车主因为各种违规事况 而造车牌交道吊销或吊扣 那为了让车辆可以居住使用 于是购买的造次车牌来使用 专案小组进一步说明 这些假车牌的来源 大多由台湾经销商以每面6000元的价格 向中国制造商订购 再以邮寄或货运寄来台湾 然后再以1万到1万2000元不等的价格 转卖给民众 为了遏止这股歪风 刑事局将结合AI寻防系统 并与交易部合作 针对被吊扣吊销车牌及车辆 加强自动辨识与道路难查 同时也通知平台下架在网路贩售 伪造车牌的卖家 并持续追查制造及贩售源头 针对于吊扣跟吊销的牌照的行驶资料 目前有给我们大概6万4千多笔的资料 如果这些已经被吊扣吊销的牌照 如果还是在公路 道路上继续做使用的话 那我会加强的做查计 那另外一个可能到是 像个AB车 刑事局强调 私下制造贩售伪造车牌 涉及刑罚伪造特种文书罪 挂甲车牌上路也违反刑法 第261条行使伪造文书罪 并会被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处以最高1万8千元的罚还 呼吁民众不要心存侥幸 以身试法 记者张继腾 泰北报导